哎 能听到吗 哎 能听到 来 老规矩 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头哪里人 叫汤米哥 然后来自于大连的 然后目前在上海 这是疫情的中心 大连营 大连营 然后被安迪宫说了挠挂胜腾的 挠挂胜腾 你逮犯了吗 刚逮完 然后差不多才给反出来 是不是想给他一个大嘴巴了 没有 就是觉得他那个 今天感觉就是有人捏着他的小鸡鸡 然后所以他说话一直很着急 他这个声音 真的有点公共的那个感觉 他今天的声调啊 这个非常高 他的key非常高 都快破音了 就感觉是 他下面被人捏了一下 所以说他说话着急 你知道吧 他说话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就很有那个感觉了 很有那个感觉 以前叫他公共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什么 今天今天有点上头 来来汤米哥被我成功带出大连口音了哈 来那个汤米哥请讲 你想聊什么话题 没问题没问题 还是讲讲疫情吧 然后我觉得那个 正好现在在上海这边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这个揣测 然后我可能稍微多讲一点 上海就是从那个就这几年吧 大概防疫的一些的一些情况 然后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感受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 其实这一次疫情的话应该是说从那个2020年的那个起头那一块应该是最严重的一次了 就是我还记得就是那个当时武汉封城之后 然后差不多在家里面呆了就差不多快一个月嘛 不到 这一次的话相当于我因为我我现在呆的是米航区嘛 就差不多是这次重灾区 然后目前已经在家里面呆了 封了差不多两个多礼拜嘛 现在是第三个礼拜 大概差不多快10天了 嗯 那然后现在又是差不多上海全程在封 所以说这次封的时间 差不多就跟那个2020年头上的那个时间差不多了 甚至有可能会更长 现在还不知道 至少会吃平 所以说从这个严重性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那个上海的这个疫情 其实已经超过那个当时了 就是从感染人数上已经超过了 就觉得这个严重性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但是说我要去讲一下 就是说跟以前有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上海以前就是说大家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 一直是动态清零 但是我们正好是这个就我们小区 我们平时踢球的话就跟那个跟一个航空公司 我们一起去踢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普通机场的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开飞机了 对吧 就是这个飞行员 所以他们其实对这个整个这个机场的操作 是比较清楚的 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 因为上海几乎是这两年以来 大部分的破口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疫情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从机场来的 它是有两个渠道 一个渠道的话就是境外输入的案例 境外输入案例 其实当时的这个封闭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还是有这种极个别的案例 就是逃过了所谓的这种14天14加7 上一次的话就是可能是去年的晚些时候的话 有一个案例就是他14天是全部都是阴性 他测了4次全部都是阴性 他在加7的话是应该是在家里面自主健康管理 然后结果他就忍不住就到处跑 然后后来是跑到静安寺那边 然后跑到九五光这些 然后还有奶茶店 你们都知道 他其实就是在加7的那几天 然后他到处跑 然后结果转阳 然后的话导致了那一波的疫情 所以说这是一个破口的一个来源 就是境外输入的案例 然后超出了一个正常的管控的范围 14天之内没有发病 然后但是在那之后 然后这种案例的话大概有几个 但是说他们因为这个案例本身都比较少 而且是基本上是在那个刚发现不久的话 因为一般的话那种公共场所的话 他们很多人就是说高危人群 他们可能是每天去检查 筛查的过程之后 然后回过头来很快去做这个 叫流行病调查 就留掉 然后最后就把这些人 因为他们这些所谓境外输入人 属于那种高危人群 所以说一旦在整个路径当中发现这些人 就很容易把他们的路径再给拉出来 所以说通过这个线索 基本上能够很快的 能够把他的这些的相关的场所 然后以及可能会被感染的人群 给它隔离开 所以说上海一直是用这个方法 过去两年一直是比较成功的 我觉得这个是上海动态清廉 大家比较有信心的一点 其实除此之外的还有一个破口 就是货运这边 货运这边可能大家知道不多 但是说上海的话像从国外进口的空运的货物其实也很多 然后的话再去做货物搬运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搬运工 以及那么清理货仓的这些人 其实最早的话有一批的话是他们当初在清理一个国外的一个货仓的时候 应该是FedEx吧好像是 然后就清理货仓的过程当中 然后没有加防护 结果被感染了 后续的类似这种案例就有很多 然后可能没有报道了那么多 但因为我们是跟机场人有些接触 他们那边经常的话是说那些在机场里面做这种所谓 就是这种搬运工或者是打扫卫生的这些人 他们经常会有这种阳性的案例 然后的话但是一般的话就只封到他们平时活动的轨迹 就是他们的一个小区 一般都是靠近普通机场跟机场周围的区域 它可能封闭的情况比较有限 因为普通机场区域的话 其实人口密度很低 大部分都是些空地 它其实那边的话是做流道来讲的话 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管控 而且的话一般搬运工他们的生活轨迹比较简单 基本上就是以这两个破口来讲的话 过去两年的时间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的管控 所以说对整个上海的城市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影响就是说普通老百姓是感受不到的 就极个别的地区可能有这么流道过程 当然可能抓进去关几天 就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感受了 所以说对上海人会有这种感觉 说OK上海的就是说这个精种管控做得非常的好 这是我们一直这种感受 这一次的话是这个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可能会有几个变数 就第一个变数是说奥米克隆传染性特别强 已经强到我觉得感觉那个谁说是6到8 甚至还有说是12的 它这个R0值的话已经远远超过前面的几个变种 然后的话第二点的话是有一块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话 以前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防疫宾馆 基本上都是在浦东的这些防疫宾馆 就是说人烟稀少的地方 这一次的话这个破口的地方是上海的华庭宾馆 华庭宾馆的话是在徐汇区的核心地段 徐汇的话本身是徐家汇 是上海的一个城市服中心 然后华庭宾馆的话是离徐家汇 有一站的地方叫巴远远体育馆 然后他在巴远远体育馆这边旁边 其实也是一个上海的就是说比较核心的一个区域 然后华庭宾馆是一个老宾馆 在当时正在处于就是马上有装修的地方 它是控制的情况 结果是因为可能是这一波香港 然后来了很多的就是需要隔离的这些人群 然后的话当时应该是可能是 就是郊区的这些的隔离宾馆应该是不够用了 然后后来是景江宾馆负责的华庭宾馆 他们说OK那这边有一个华庭宾馆可以去用 但是因为华庭宾馆整个设备比较老旧 所以说它的整个中央空调系统的话是连通的 它其实并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隔离 其实这件事情在台湾很多案例都已经发生过 就是说这个病例是通过中央的新风系统 然后把一个病例从通过新风系统传到隔壁上下楼这样子 结果华庭宾馆就是同样复制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从香港来几个病例 然后他们来了之后 然后他们这个病菌通过这双新风系统 把整个华庭宾馆全部给感染掉了 然后后来的话等到他们发现了这个案例之后 然后上海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副市长 然后到华庭宾馆 因为他们在布置现场 叫什么惊雷的那个 对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现场会 然后现场会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一百多个包括应该是当时是酒院 然后9月还是酒院忘了 然后的话结果有一百多个人 然后在这里面不知情情况下 全部都被感染 也不是说全部 很多人都被感染 然后大家又继续就把这个能力给扩散了 但最开始的源头不是抓到他们 最开始的话是就是华庭宾馆是在那个徐汇区 最开始抓的话是抓到大概是普陀区 普陀区那边的话一个是开快车的人 开快车的人抓到之后 后来的话是追溯追溯 然后的话大概可能是追溯了大概有几天的时间 最后才追溯到这个徐汇的这个源头 那等到找到源头的话 可能是大概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了 其实整个病毒就已经扩散了 然后的话后来是因为徐汇这边的话 因为徐汇的这个房价比较贵 其实很多去徐汇上班的人 他们都是住在那个敏航区 因为敏航区跟徐汇是挨着的 就很多人他们是住敏航 然后平时去这个徐汇上班 结果就把这个病毒相当于是 带回到他们的这个居住地了 就说这样的话就导致梅隆镇 梅隆镇可能有种灾区 然后后来就是整个就在 就是敏航区前的扩散的是比较严重的 这是一个事情 所以说的话就是回顾一下整个的一个案例的话 就是说可能有几个变数 第一点的话我觉得绝对是有这个责任性的事故 就是说用了一个不满足防疫标准的 这么一个老式的宾馆 然后把这些人放在这里面 然后的话大家防疫上面非常大意 然后导致整个的这个病情流扩散 我觉得这块的话绝对是有责任的 大家应该去追究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 这一波的奥米克隆 它这个传播性远远高于前面几波 所以说的话导致于 他们在前期就是当找到这个源头之后 让他们开始继续做流调 一开始也没有封城 结果后来发现它流调的速度赶不上 就感觉它刚刚抓到了几个密接的人 后来发现又发现了更多的密接 说明它的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 它流调的速度 所以这个速度赶不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上海才开始真正的开始 取得大面具的封闭 这一块的话是从大概3月14号前面的一周 就是说我们在周末3月12号跟13号 这个周末通知了说上海的全部的应该是中小学 然后全部居家 从14号开始居家 然后的话因为我们单位也是 因为我这边有小孩子 然后他就说有小孩子的可以选择居家陪护 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是这么讲 这么样去讲的 然后等到14号的时候 然后紧接着我们这些的小区 就开始做所谓的48小时封闭 就是我这边的话 我这一波是从3月14号开始就一直在封着的 然后中间的话 大概连续的做了两个48小时 然后后来是就是第一周的周五 然后我们放出来去半天 然后让我们去买点菜 后来又放了两个48小时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大概是在第三周的情况 你们现在菜什么的一般的生活用品购买还方便吗 生活菜的话现在是比较充足 昨天的话因为今天是整个全市封城的开始 然后所以买菜的话 我们是这个反而也蛮鸡血的 就是昨天8点20分 然后上海发布 然后宣布了就是我们说鸳鸯锅的封城方法 然后我们然后说是时间的话 是今天早上5点钟开始封 我们那个时候8点多就赶快冲出去 就开始买菜了 就家门口的一些菜市场超市 基本上都是爆满 但是菜是很充足的 就是说我们去买的时候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超市这边都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他们的人说已经提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备菜了 他们就说卖到明天早也买不完 说其实这件事情的话 应该是政府已经提前是做好一些这种物资上的一些准备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在大概提前两三天的时候 去了另外一家超市 超市里面人也提前给我们讲了 说可能过两天要封 但是大家因为没有官方的消息 我们也没有特别当回事 但是也多备了一些 所以说买菜本身的话资源应该是够的 但是就是说排队时间很长 我们昨天差不多买好菜之后 光排队撑重大概就撑了两个小时 大概是8点多去买 然后买完回家大概就11点多 人很多 人比较多 所以这块大家发现多多少少有点恐慌 但是物资上面应该还是够的 因为这一次的话差不多要封4天 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 核酸你们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核酸这一轮的话官方说是做两次核酸 然后我们是今天上午刚做的第一轮 但是不知道它两次是指两次完整的核酸 还是说就是两次 因为它按照现在的说法的话 应该是一次核酸 应该是分两次做 所以说它两次不知道只是哪两次 大概可能就是两次或者四次 如果是两次的话 可能就是48小时之内可能会 超过24小时做两次 然后这两次的结果算成一次 如果两次都阴的话 那就是阴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连续做两轮 对对 因为如果只做一次的话是不算数的 它是按照现在国家那个标准 我看它那个说的话 应该是不小于24小时 然后连续做两次 然后都阴性的话才算 OK 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上午应该是做了一轮 然后接下来可能还要再继续去 明天想起来还会继续去做的 是不是说后面两期要连续去做 我现在不太清楚 但是基本上这一轮下来的话 我们大概我想 除了这次之外 前面的话我们已经该做了三轮六次 就是我们封了大概两周的时间 一共做了三轮六次 然后还有的话是上周末的话 全上海你说2000多万人 然后就做了一个那个抗原的那个检测 就是全部是居家自己去测的一轮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那个居家自己测的那个东西需要上传吗 这一次做的很奇怪 他们发的时候的话是随机发的 所以说他那我看是每一个那个测试上面 是有一个二文明的 他有个编号 但是他说在发的时候 他没那个编号也没做登记 然后后来又说这个上传的这个东西 他们发了一些的这种链接 但是居委会又没有硬性要求上传 然后只是让拍照留存 所以当时感觉上面好像有点只是在 有点像试水那个样子 好像并不是特别严格的在执行这件事情 就是抗原测试这边 对但是 有点像我之前说的那个 未来就是有可能就是一盒一码 你弄完了之后有一个直升的渠道 然后你把它拍照上传上去 对对他码是有的 但他现在码还没没用起来 另外一点的话 像我们现在单位现在要求的话 就是说现在进大楼的之前 要做一个快速的抗原检测 所以说未来的话可能是在这种种灾区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快速检测的试剂用途 可能会用的更广一些 现在只看码了 但是没有真正做一个快筛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这种快筛的情况 可能会更多一些 大概是这一轮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OK 好的 好的 感谢 感谢 大概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先希望你要去喷一下那个Andy 哈哈哈 来来来 理性的问题说完 等一会 理性的问题说完 OK 理性的部分说完 还是要喷一下这个Andy共 我觉得安丁共他这个我的理解 他是之前一直是鼓吹这个要放开 我觉得他今天是有点狂的 因为发现了一旦放开之后到这个样子 然后被闷成这个人 所以他赶快换一张嘴 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阴阳怪气大概是这么样子 就是有点气急败坏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人我觉得说话就特别不好处嘛 就是没有什么依据 就继续往下做 就觉得我觉得开放是早晚的 但是可能肯定不是那种完全撒手的 就可能中间会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我们大概比如说国外的疫情已经降低到一定程度了 他们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了 那这时候的话 我觉得再去中和考虑一下我们的接种率 就是医疗的情况 然后以及国内的疫情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可能倒数可以去考虑所谓的供存 但是我觉得现在时期肯定还是不够的 是好的 我今天就先先讲这些吧 好感谢我们的这个大连汤米哥 哈哈哈 好谢谢啊 谢谢啊 感谢感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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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本频道啊 连线的这个观众啊 都是这么那个的啊 都是如此的文雅啊 如此的文雅 有点好 人为了 这些文雅 的视频 君